台北市松山区调解委员会致力于推动调解业务宣导及服务 期盼民众普遍了解并参加利用 以化解争端避免诉讼 111年共计申请调解670亿案 其中民事284件、刑事387件 调解成立率为73.01% 在公所申请调解不需要任何费用 相较于法院的判决 诉讼标的金额新台币100万元的诉讼 必须先缴纳裁判费10,900元 但是在公所它是免费的 其次,据111年的统计资料 公所的调解成功率高达7成以上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透过调解会议的进行 就可以获取成功解决纠纷 相当的有效率 其次 可以凭这个调解书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方的财产来维护权益 最后调解书它是保密的 相较于法院的判决它是公开的 在网路上我们都可以查询到当事人的姓名 案件内容以及法院的判决结果 就隐私的讨量来讲 公所的调解具有保密性 我们最常放到的是车货 最困难就是金钱上的一个财段 那因为委员几十年经验 他们看看两方的造势情况 造则还有他的伤害的情况 双方请求价格有时候往往会差十倍以上 但是经过一个耐心的委员 他会很耐心地听清他们的双方的意见 然后最困难就是双方将在那里 不晓得到底要什么样的价格 才能达到双方的共识 但是坦白讲我常常讲 我们当委员真的最辛苦 我们不管怎么样讲双方都不满意 因为一方太少一方太多 但是我们唯有这个办法 解决一个中间的一个金额 虽然双方都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相信 如果双方签了和解书之后 他们往后就会相当的 可以说心情上会很痛 就是比较舒畅一点 我常讲车祸发生了 是我们身体上的痛 但是你不和解了 你心理上的痛永远纠结 所以我希望这个调解会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是也希望我们的百姓 好好的善用 松山区调节委员会 位在松山区行政大楼的十楼 搭乘捷运至松山车站 步行两分钟即可到达 欢迎有需要的市民朋友 多加利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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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